袁永静泰然 那位可以很知道对大家说 我不看原作的厚眼皮导演 他也评测这股鞋子指导了一些 车子上经典的改编动画 以及非常多的烂作 但是你们知道 这位导演又指导了一部烂作 让各大多巴逃入去的观众们疯狂大骂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觉得自车鞋子地址的鞋子 好可怜啊 The YouTuber GUMASA 去赛区我们看了 斯格文的最强的鞋子 在B站的评价后呢 今天这期我们就来看看 另一部鞋子翻 自车鞋子地址的鞋子在B站里的评价吧 我让大家都非常期待 B站的网民到底是如何吐槽 不是我是说如何评价鞋子地址 我自己也是非常期待啊 因为鞋子地址的口碑呢 在各大的斗骂讨论区算是蛮烂的 不过我做说有点太过头了 其实在一些斗骂讨论区呢 你还是能看起怪鞋子地址的好评价的 但就只是一些 就一些而已 大多数的评价呢 还是属于糟糕 不然就是吐槽 原有静泰然居多的 而且B站网民的留言 总是偏让我们开玩大笑 所以自然而然就也很期待 B站到底是网人B站贤者地址的 是口碑比最小鞋子好呢 还是更惨更糟糕呢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 贤者地址的总播放量吧 它的总播放量是 1359万 比起上星的最小鞋子少了很多 不只是播放量 就连分数也才5.2分而已 差不多就要跌到4分啦 看来下方的留言会非常的有趣吧 结果我看了长评论和短评后呢 果然B站的评论永远都被拉我失望啦 我们先说长评论开始看起吧 可大家会以为 贤者地址的长评论 会像最小鞋子样 会有几个五星评价 毕竟不管是多么糟糕的话 多多少少一定会有十种粉的 但是 我翻了一下它的长评论 竟然没有网民给出五颗星啊 最多也就只是给它四颗星而已 但是四星评价的标题是 自射贤者地址的贤者 原作超级大补充和详细更新中 看到这里的观众肯定会想到 又是一个用原作小说内容 为动画板洗盘的评价 我原本也是这么想啊 结果我看了后呢 啊哼 前面就是直接刷原永进太郎啦 可以说这四星评价 应该是给你小说版 而不是动画版啦 话说如果你对动画版感到不满 想要透过原作小说版解释设定的话 那你直接给一颗星 或者两颗星不就好了吗 我看你给四颗星 以为是被动画版感到满意啊 啊算了啦 我就把你当作反串吧 除了四星以外呢 又往年给出了三颗星 但是给出三颗星的理由是呢 只是分享原作小说版的插画师 藤原老师的插画作品而已 诶 等一下 等一下 这里不是别想闲着地址动画的评价去吗 你放插画和动画本身有吗关系啊 哪怕是因为喜欢这么动画 但又说不上什么好话的关系 所以才有列列的发誓 帮他说好话吗 哈 结果还真是如此啊 因为除了我刚刚提起到的 四星评价和三星评价以外呢 现在就是吐槽本身的长评价啦 标题都是原有大师改编的 还是一如一碗的垃圾 改编不是乱编 细说不是胡说 原有大师永远的神 202年我还能看到这么try的动画可说 原有你是真的不怕初心啊 作为一名原作党 我是真的看不下去啦 我信不住的本季度最垃圾发等等 这些内容我都有点进去看 内容总的来说就是 原有机泰兰不行啦 是的 你没听错 几乎负评的观众都是冲着原有机泰兰补槽的 而且很多都是原作党在骂 从文字上的语气来看的 看得出来他们真的是期待很久 结果看到实际品之后呢 气得要死啊 在这里我想对原作党的观众们表示 节哀吧 好 聊完了长评论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短评论吧 短评论的内容如下 作者绝望化 其实前几天呢 我有去找原作者的twitter 看他们有没有在社区专家里抱怨 但很尴尬的是 我完全找不到原作者的twitter 太难找啦 反而我找到的是 爆版的作者和小说版的插画师的twitter 所以如果你们知道原作者的twitter的话 请你们在下发烈去告诉我 原作者对一段版有什么看法吧 我是真的蛮好奇的 我等了这三年到底是等了什么啊 你貌似好像等到了爪式之初又只要2.0 是学小说罢了 虽然以为动画 但是能动的画面就没几个 在这里我要为动画板说句好话 虽然动画板的制作品质真的不怎么样 BBT也是有点过分多啊 但是至少第四万的品质还是不OK 但是至少有动了 所以 就 啊算了我说不下去了 太精彩了 然后皮分一颗星 穷皮分五颗星 哇 等一下 现在的皮露是和流行反创吗 第四季的打戏 这是无语了 何止无语啊 第四万的战斗解释就是辣 贤者第一次的战斗就是辣 还算能看 我不知道这位网民所谓的还算能看 到底是什么定义啦 但是你说了还算能看 然后你打了五颗星就很奇怪了好吗 请问这是水军吗 如果这是水军的话 那这部分就真的是太可怜了 因为就算是水军啊 都无法为这么多话输出赞美的话 大家都去看看漫画 那你就不该打五颗星啊 都把和帽把分析出点好吗 完全没看哦 看了我是一脸问号 完全没表达清楚怎么回事 说实话 我看了第四万后 我还是搞不明白这么多话的世界观 到底是什么啊 唯一一个让我记住的导演 虽然说我在之前的节目就有提起到 我非常讨厌也有静态啦 毕竟我看了他太多指导的烂片啦 我不讨厌他才怪啊 但我又不得不承认呢 他有指导过一些好作品 比如约会大作战第一季第二季 真的是我的美好回忆啊 什么你说约会大作战第三季 约会大作战有第三季吗 不是直接跳到第四季了吗 有第三季这回事吗 没有吧 是你记错了吧 我先给藤原大大的插画 四星给漫画 三星给原作 两星给动画 一星给五指的原用 当这支战变成乌鸡哥的时候 作者的脑子连夜扛着火车跑啦 这属于是给他整明白啦 要不是真的太辣啦 我高低也给他整两句 哭啦 比隔壁的册质还低翻 这部册质作品是不是 揭超市改变的某部作品啊 其实评论中还是能看到一些 五星评价的 但是我看了后呢 我觉得好像是反创比较多啊 如果你们对这些评价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哦 好以上就是自称鞋者 地址的鞋者 在B站的留言以及评价啦 总的来说 原有气泰蓝这个名字 不管是在哪个国家都会大受欢迎啊 在节目的最后 我想分享一些关于 性改动画是一新读者的看法 虽然我自己是因为 之前没有看过原作小说版的观众 我也相信有很多观众与我一样 都是因为动画版的关系 才知道这部作品啊 看了动画路科原作也是残留的事情 但是你要让观众通过看动画 然后去买原作小说版的条件下 你必须要让观众觉得动画很有趣 会好奇忍不住想要知道 动画之后的故事 才可以让从动画路科的观众 成为该做的新读者嘛 如果你把动画做得很糟糕 还新小说 这样才能吸引新读者 去买原作小说的话 我只能说这个想法太天真啦 简直就是羞辱观众们的脑啊 从动画版路科的观众 并不会一直看了一部改变很辣的动画 而去买原作小说版 反而他们还会疑惑 诶?为什么动画会这么烂? 难道原作小说版也是如此糟糕吗? 之类的想法 我在刚刚或者过去的节目 都有一直在强调 在比如动画或者是其他类型的作品时 不要拿其他的事物 不为该作品洗牌或者抹黑 就比如如果你是要评价动画 就用动画版的标准 评价小说就用小说版的标准 评价漫画就用漫画版的标准 但我这种想法呢 最多也就只是使用在评价作品的时候 如果现在我看了一部 非常烂的改篇动画 完全没有听过原作小说版的口碑的话 那我心里难免也被浮出 原作是不是也是如此糟糕的想法 所以我有的时候在自己的下发评论 看见有网民还是双民反驳我什么 哎呀! DOMA会一直删 剧情会魔改 剧情会跳很快 就是因为让大家买想说嘛 之类的评语后呢 我心里会忍不住吐槽 哇! 为什么现在呢 说完会如此的这么没有脑啊 这根本就是一个 毫无科学又没有逻辑的说法好吗 如果一部制作品质差的改变的话 真的会刺激到原作销量的话 那为什么在A年前播放的 《平凡职业造就世界最佳第一季》 播放期间在官方或者是推特上 没有公布关于任何小说销量突破的消息呢 或者是去年转身蜘蛛 播放期间也没有公布销量突破的消息 反而是在多尔把播放之前就有表示原作小说法突破300万的消息 然后你再看回那些多尔把口碑不错的清改动画 就有在之前的推特上 或者是官方有表示小说销量增加的消息 这些资料你在Google搜寻 或者是找作者以及动画官方的推特都可以搜寻得到 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 改篇多尔把和原作IP的口碑和名声都有一定的关联性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不相信把多尔把周浪就是故意刺激小说销量的阴谋录说法 一样的 如果原有气太难 他真的是无视原作内容进行改变的话 那对于一位不了解这位导演的尿性 以及原作内容的观众陆坑动画版的话 多少少也会认为 哦 动画好糟糕 其实说话好尴尬 完全不知道他们在演三小 我看原作小说应该也是这么垃圾吧 之类的想法 也就是说原有气太难的做法是抹黑了这部作品的IP 误导观众对这部IP原本的价值观 是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 当然就如我前面所说的 我没有看过原作小说版 所以我也很难说原有气太难到底是魔改了什么东西 而且比起原有气太难 我个人认为这部方最大的问题是本作的动画制作组 Studio A-CAD 但由于世界上的关系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得到豆瓣播放到第六话 然后品质还是那个鸟样的话 那我就会另开一期节目 与大家聊聊我对闲者的地址 豆瓣以及Studio A-CAD现阶段的感想吧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 大家对本期节目又有什么看法的话 欢迎大家在下半留言区分享 然后大家想要我聊什么内容 比如某某方在巴哈以及B站的评价 或者聊什么番 聊什么ACG的延上世界等等 视频我是会议看的 我只是不会回复而已 所以大家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还不愧你关注我的肥主专业 我过麻烦的专业想过完好吧 也别忘记大家按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支持我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